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近年坊间出现一些传闻 称袁木退休后与女儿居住在美国 并配发她在美国打高尔夫球的照片 袁木之子杨小北郑重澄清说 父亲袁木退休后一直住在国内 从未赴国外 并且否认原家有女儿 这也间接否认了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杰明 称袁木女儿六四之后申请赴美留学的说法 杨小北告诉中通社记者 今年5月3日 袁木因病住进北京医院 他澄清说 父亲袁木退休后一直住在国内 从未赴国外 并称袁木根本没有女儿 只有两个儿子 长子杨小南 次子杨小北 记者日前在葬礼现场目击 只有两个儿子杨小南杨小北 敬送花圈 没有所谓女儿的花圈 袁木之子的必谣也等于澄清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杰明的说法 李杰明在回忆录中称 当时负责签证的领事 结果申请书一看竟然是袁木的女儿 便故意把桌子下的麦克风音量调大 大声问 你真的是袁木的女儿 对方靠近窗口却声声回说 是的 我就是袁木的女儿 然后美国签证官又用更大的声量说 我不敢相信 这么讨厌美国天天诋毁 骂我们美国的袁木 会要他的女儿到美国留学 袁木的女儿只好回答说 她是她 我是我回忆录称袁木女儿最终拿到赴美签证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